今天我们在贵阳吃了像是一样的东西 从酒店坐车去民生街附近 民生街附近不好停车 开车的朋友注意停远一点 下了公交车还要走一点点路 吃屎的地方到了 有两种吃法 一种干锅类和汤锅类 感兴趣的可以看看简介 儿子要先出来透透气 牛饼上了 我们要的干锅 这个味道一般人不能接受 儿子不敢吃 儿子要我先吃了来 我和儿子只尝了一口就吃不下了 大唐一个人吃的好香呀 小姐 老板说钱 104斤的可乐的嘛 哦 嗨 说点感想 好菜 你啊 这个太淡了 其实并不存在 太淡了 真的 我没吃了那么温暖 可别我要做这道菜 我觉得 是这一口才是 我觉得 他们有啥是化石原料 就制作出来的呀 超级苦 也不是黑苦 但是苦得爆了 也爆脏了 花石原料 其实他这个东西可以定义为 食物和食物间的那个东西 哈哈哈哈 侯俊来了 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嗯 不知道 哈哈 不是